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有美國媒體踢爆超過5億個Facebook用戶的個人資料 日前就在一個黑客討論區當中被刊登出來 目前就在網絡上瘋狂轉載當中 這件事當然會影響香港 因為有超過290萬個香港用戶的資料 同樣都是被刊登出來的 第二宗消息 日本三大電訊商之一的KDDI 日前就宣布了 要將他們在香港用的伺服器搬回日本 他們的原因是因應香港局勢發展來這樣做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Facebook 今次又再出事的時候 有哪些個人資料被刊登出來 包括有用戶的姓名 出生日子 住的城市 電子郵件的地址 目前的關係狀態 即是已婚、未婚、單身等等 以及電話號碼都登出來 涉及到5億3千3百萬個用戶 涵蓋了106個國家和地區 但是美國已經有3千多萬個賬戶出事 香港有293萬個 這當然是很離譜的事件 朱黑白格這傢伙 有錢就已經賺到盡了 沒有人不讓你賺 整個集團已經不斷濫用 Facebook用戶的個人資料 來作賣廣告用途 因為你有這麼多大數據 你又會掌握到用戶喜歡什麼 看過什麼的網站 然後賣相應有興趣的產品 那些廣告給他看 你這樣賺取線上廣告費 已經賺到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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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都穿不下了 朱黑白格 那你是不是應該發財立品 多的都不敢要求你去做的了 你最少來講 那些資料你濫用就算了 你不要被那些黑客可以 hack了進去 拿鬼來發瘋 你是不是應該要 在保障用戶的個人私隱方面 多點工夫 給多點錢 更加離譜的就是 你Facebook的回應 簡直就是賴三賴四 有錯就好像別人錯 他們就說 Business Insider 和其他報道 都是屬於舊文 Business Insider 就是揭發這件事的美國媒體 Facebook就說 這些舊文在2019年的時候 都報道過 相關問題在2019年8月 已經得到了解決 不過你說這些說話 完全不負責任 為什麼呢 2019年的時候 報道過 但是那時候 只是在黑客討論區 或者在那些知名的黑客當中 流傳 現在最慘的是 這份資料 所有人都可以拿下來看 在網上傳來傳去 小喇叭 真的 這就不是舊文 這件事 本身已經很舊了 19年8月的時候 已經是hack了進去 但是現在來到21年的4月 就散了周圍也是 那這件事是不是新聞 都離譜了 說到好像已經解決了 你解決什麼呢 很簡單 你現在流傳出來的資料 有很多都是改不了的 姓名 出生日子 這些被人改的 還有一件事最離譜的 就是連電話號碼也給人 電郵地址也給人 這樣的時候就很嚴重了 因為電郵和電話號碼 不是經常改的 很多人用得很小的 都是用那個電郵和電話號碼 你不會經常轉的 一簽都簽兩年約 上台 還有就是你經常轉的人 都找不到你 通常這些是不轉的 所以來說 現在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就是最近 看看會不會有些電話騙案 或者電郵騙案 一定要小心 因為現在那些資料 譬如說 電話電郵和名字 出生日期都連繫起來的時候 他騙人就容易很多了 尤其是那些電騙 因為本身他打電話 或者整份電郵給你 他去困你的時候 如果你什麼資料都沒有給出來 那麼他困你當然是難很多 很難才有人上當 但是他說得出你這麼多資料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怕 有些人會怯的 他說得出我這麼多資料 會不會真是哪些部門打來 或者哪些部門 整份電郵過來 這樣就糟了 出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那些電郵 很多你都要核實一下 究竟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從某一個部門 或者某一個機構發給你的 或者是所謂的釣魚網站發給你的 那些所謂網絡釣魚的網站 其實就是會裝扮到好像真的官方的網站 比如說他在那裡辦油證局 或者在那裡辦海關 辦速遞公司 諸如此類 然後就引你打那個信用卡號碼 你一打就中招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 還有就算電話也是 你要核實到那個人的身份 究竟是不是那個部門 或者那個機構 在核實到打電話給你那個人的身份之前 你都千萬不要輕易相信 因為現在一下子 只是說香港就已經有 293萬多個用戶 那些個人資料是洩露了出來 對於那些電騙的騙徒來說 他簡直就好像撿到寶一樣 本來他們打電話去騙人 都是仙女散花式的 是又打又不是又打 博猛看看有沒有誰 上當 好了 現在他不是 他有了你的資料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鬆懈 不要以為他有你的出生日子 有你的電話號碼 電郵 那你就會覺得 他不知道是哪個部門打來的 可能是騙徒來的 因為現在 二百多萬人 差不多三百萬 一半香港人是出事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還有一定要改密碼 尤其是Facebook也好 什麼也好 定期也要改 因為他現在拿到你的電話號碼 或者拿到你的電郵地址之後 他不知道會不會 他會把你的電話號碼到你的電話號碼 所以大家安全起見 就改密碼 尤其是那些社交平台 什麼Facebook Instagram 什麼也好 一定要定期改 避免麻煩 很簡單 有些傻人如果走去 進入你的帳號 他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去害你 那就夠死了 所以 一定要定期改密碼 這樣就安全了 當然 最好就是不要放那麼多個人資料 在那些社交平台上 但是你完全不放又不行 老實說 你完全不放人家 不知道你是誰 適可而止 唯有就是 過猶不及的這些 放得太多又不行 你完全放你都沒有交友的功能 人家不知道你是誰 怎麼加你 那條線唯有自己來拿捏 不過最離譜的就是 這隻豬西伯格 到現在還是逍遙法外的 喂 你竟然搞出一個這樣的大頭髮出來 外竊了五億三千三百萬個用戶的個人資料 都完全是不需要負責的 至少有些人問責 就算不是你豬黑伯格問責 你有沒有哪個下屬是負責這個網絡安全的 喂 你也應該解僱了他 沒有的 全部沒有的 一味就說這件事已經是過氣了 救民了 救你老爸 那些這樣的資料是不會舊的 大佬 有幾多人會改自己的電話號碼 真是白癡得極的 不要說他 說下第二宗消息 關於日本三大電訊商之一的KDDI 他們決定了要將那些伺服器 搬回日本或者其他國家 KDDI提到 目前他們將日本客戶的國際漫游使用服務數據 比如說通話時間 數據用量和電話號碼等 透過外判的美國公司儲存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伺服器 有關資料就不包括客戶的名稱或者其他個人資料 現在他們考慮到通訊軟件 KDDI原本都說將存放用戶資料的伺服器 放在韓國 但是人家就考慮到原來中方的人員 即是那些所謂中國聘請的工程師 就可以根據國家情報法 要求韓國提取這些用戶資料 那LINE為了保障客戶的資料 就將那些伺服器搬回日本 KDDI煞有介事地提到LINE在韓國的遭遇 雖然他的嘴巴沒有說 但是他說什麼因應香港現時局勢搬伺服器 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擔心一件事 就是中國的因素 因為他看到原來LINE放在韓國的伺服器 都可以任由中國工程師去看 所以他們應該擔心這件事 顧慮到這件事 就決定搬回伺服器去日本 嘴巴沒有說 純粹說基於現時香港局勢 那有什麼局勢可言 難道因為疫情嗎 那肯定就是連繫到港區國安法 特別就是KDDI煞有介事地引用到LINE 這個例子 來增強自己搬伺服器的說服力 LINE在去年7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宣佈了 說要將擺在香港的用戶備份資料伺服器 全部搬過去新加坡 當時LINE的母公司Naver承認 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就是他們決定搬伺服器的考慮因素之一 既然KDDI都引用到LINE這個例子 應該都是關乎國安法相關的事情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